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丁老师 来 老师好 来了 请坐 这个店的咖啡不错 你们尝尝 好 两杯咖啡 气氛也挺好的 是 你要在这旁边开一家咖啡店 输定 你不挤兑我能死啊 既然你们都来了 我们进行下下午的话题吧 晓月 你能说说资产类科目 都包括哪些内容吗 这个下午刚学过 我记得 资产类科目包括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 还有累计折旧 您看看 很好 你看一下这个货币资金这个科目 货币资金呢 功名思义 就是以货币形式来表现出的资金 它具体的表现呢 就是我们手头上的现金 和在银行的存款 那应收账款 与其他应收款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在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学过 留意你还记得吗 和业务收入相关的未收费资金 应该列入应收账款 而和业务收入不相关的未收费资金 应该列入其他应收款 哦 比如说我们这个咖啡厅 承办了一个会议的饮品 给他们送了300杯咖啡 而他们暂时没有付钱给我们 这笔钱和我们的业务收入是相关的 所以说应该叫应收账款 如果我的员工出差 借款于业务收入无管 那么就应该列入其他应收款 你们理解的不错 下面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可以通过名字来理解 它就是指的是相对固定不变的 使用周期超过一年的 这些有型的资产 比如像房子啊 大型的机器设备啊 桌椅板凳啊这些等等 像这个咖啡厅里的桌椅板凳啊 后面的吧台啊和咖啡机 这些都是固定资产 那这个咖啡杯可以使用好多年 那这个算不算固定资产呢 这个杯子顶多就只几块钱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它是很容易损坏的 所以不应该列入固定资产 是的 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呢 我们一般只核算单位价值超过2000块钱的 使用周期呢在一年以上的有型物品 我们才会列入固定资产 2000块钱以下的物品 我们可以简化处理 直接列入成本费用 老师 我之前在一个AT公司实习过 那里就经常会用到很多 U盘移动硬盘这样的耗材 虽然使用时间很长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超过2000块 所以这一项也不应该列入固定资产 应该列入成本费用 很不错 你们看一下这个累计折旧 相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累计折旧这个概念不是很好理解 以我们身后的这个咖啡机为例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折旧的概念 固定资产呢 是不太容易损坏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损耗 比如这台咖啡机是我们挖4万块钱买的 可以使用5年 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 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们计算这样一个损耗 并将这个损耗计入成本和费用 所以呢 就叫做累计折旧 那这台咖啡机的折旧值就是4除以5等于8000了 小岳你又说错了 你再想想 一般的固定资产即使是报废 它也会有一定的残余价值 比如说这台咖啡机 最终的结果至少可以当费填吧 所以说它的折旧值 应该在原价值的基础上 减去它的净残值 然后再除以折旧年限 最终的结果 那么它的折旧值应该是4万乘以95% 再除以5 应该是7600元整 这么复杂啊 那每种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是不是都不一样呢 是的 我们常用的折旧年限呢 像房屋是20年 汽车呢是4年 生产设备呢 和办公设备呢 这些是5年 像电脑啊 这些电子设备呢 是3年 那如果这台咖啡机 去这个月20号买的 那月末的话 要不要提折旧呢 我记得课上说过 企业即提折旧时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提折旧 下月即提折旧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旧 下月即不提折旧 也就是说 20号卖的咖啡机 那么当月是不需要提折旧的 但如果这个月 一台咖啡机报废了 那么报废的这个月 还是需要提折旧的 那如果我们的咖啡机 保养的很好 5年之后 还能继续使用的话 那该怎么算呢 固定资产呢 提租折旧之后 无论是否继续使用 我们都不再提折旧了 而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则不需要再补提折旧 小月这回你明白了吧 嗯 丁老师 如果将折旧继承费用 那么应该寄入 哪个部门的费用呢 这项主要取决于 哪些部门在使用固定资产 比如后勤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呢 这个折旧就应该寄入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呢 这个折旧就应该寄入销售费用 这些折旧都会在利润表上有所体现 丁老师 听了您的讲解后 我觉得自己对资产类科目的理解大大加深了 谢谢您 资产类的科目呢看似简单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理解科目的内涵 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少出错 先生您还需要其他的吗 不用了 谢谢 老师 那个 我还有一个小约会 要不我先走一步 好 谢谢老师啊 明天见啊 好 谢谢 丁老师 我还想耽误您几分钟可以吗 好 其实您今天下午讲的负债类科目 我都不是太懂 您能再给我讲讲吗 呃 这个很多东西刘宜都知道 你可以去问他呀 他就只会背书 哪有您讲的透彩呀 啊 那好吧 那正好我有一个食品厂的票局过来 里头有很多负债类的科目 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回公司吧 我以这个票局为例呢 再给你好好讲一讲 谢谢丁老师 小月 你能在这个自然负债表上 找出最常用的五个负债类科目吗 嗯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以及请其他应付款 这几个科目 嗯 很好 呃 首先呢 我们要对比一下这个 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呃 这两项呢 之前的差别呢 我们已经提过 你还记得吗 这个我记得和应收账款类似 应付账款是 哦 是因为企业的业务需要而买的东西 但我们还没有付钱 应该记入应付账款 而其他应付款 是和业务没有关系的欠款 嗯 很好 您已经会举一反三了 比如今天呢 我收到红云视频加工厂的单据 其中呢有一张呢 是这个加工厂购买这个制造 饺子生产线的发票是20万元 同时呢还有一份合同 上面呢说这条生产线呢 还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实际呢只支付了一个三万块钱的押金 这个月试用期期满 才会正式的付全款 这样的买卖呢 是和业务相关的 未付的项目 所以呢应该记入应付账款 另外呢这里呢还有一张 是他们公司员工出差的 机票的报销单 这笔业务呢和买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应该记住其他凌付款 你看一下是这样的发票 嗯 这两项我都明白了 嗯 丁老师您看这份合同上说 红云食品加工厂预收了实验中学 一个月的学生早餐定金 如果本月早餐配送发生任何问题 食品加工厂需要将定金退还 那这种情况应该记入哪个科目呢 食品加工厂啊在收到这笔款项的时候呢 因为和学校的合同还没有完全的履行完 因此呢不能作为收入来入账 只能确认一项这个负债 所以呢我们会记入预收账款 嗯 一般呢这个预收账款就指的是 我们预收的货款 或者是预收的这样一个定金啊 这些项目 哦 总之就是那些 虽然已经划入了账号 但因为商品买卖已经收款了 而业务本身还没有全部完成 所以事实上那钱还没有真正成为他们公司的钱 嗯 就叫预收账款吧 是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 丁老师 他们公司的清单怎么这么复杂呀 不仅有公司奖金 有公积金 社保费什么的 嗯 这就是这个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 一般呢 正规的企业都会遇到这个工资啊 奖金呢 社会保险呢 呃 代扣的这种公积金呢 或者是解除 呃 和职工的这样一个合同关系啊 这五项 哦 那在名气账的科目上怎么填写呢 不难填写 只要将这个呃 工资啊 奖金啊 社会保险啊 这些项目呢 写成应付职工薪酬就行了 然后呢 下面再设二级科目就可以了 嗯 丁老师啊 这些啊 我都能弄明白 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应交税费这一项了 我只知道应交税款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所得税等等 嗯 但要真的让我计算 我就头大了 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给你演示一下 嗯 嗯 嗯 这个是呃 叫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呢 就分两个 一个叫进向税 一个叫消向税 啊 然后呢 进向税的时候 就是我们购进的商品 比如写上年月日 根据评证编号写上购进商品 然后呢 如果是对外销售呢 我们要有个消向税 叫销售商品 金额呢 可能是7000 这样呢 销售的税金和这种进货的时候 金销税两者相减 这个差额就是应该我们 嗯 感觉应该交了清除税的钱 好了 这些就是最常用的负债类的科目 小月呢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已经清楚的很多了 嗯 我现在对资产和负债这两大科目都了如指掌了 我相信将来一定不会出错的 嗯 也别太自信 每个企业的账目呢 都有特殊性 将来呢 你帮企业真正做账的时候呢 也一定不能马虎 遇到问题呢 不懂的时候 你要求问一下 嗯 如果呀 真的遇到和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20个科目之外的这些科目的话 你要去翻翻书 然后呢 确保科目准确无误才好 嗯 丁老师您就放心吧 嗯 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么长时间 嗯 没事 帮助你们也是我的职责 嗯 那个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吧 好吧 同事们都已经下班了 我们也走吧 嗯 谢谢丁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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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